這個我們來說明一下這個雲端網站後台的教學 那我們登錄到後台之後呢 這個我們怎麼來操作呢 首先我們可以按這個網頁預覽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看網頁的成果這樣子 那這個後台這上面呢這邊有兩個網址 這兩個網址呢就是系統內建的 比如說舉個例子我們把這個網址複製下來 然後我們這邊把它貼上 它就會自動導到我們網站的首頁 那這兩個網址呢都是可以用的 那網址設定好之後呢接下來我們網站呢 會有這個網站標題關鍵字跟描述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舉個例子我們到Yahoo去搜尋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打網站嘛 那這個叫關鍵字 那網站我們往下看這個叫做標題 這第一個跑出來的這個標題 然後呢下面這串文字呢叫做描述這樣子 那我們輸入了呢這個叫關鍵字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先把這個標題呢 設一下網站的標題 然後呢描述呢把它設一下 比如說我們在做什麼做什麼的 接下來呢就是關鍵字 希望人家打什麼東西可以找到我們 那我們就用逗號隔開 那這邊有一個技巧就是說 舉個例子我們的範圍在虎尾 我們就可以打虎尾蘭花 那人家可能會找虎尾的蘭花嘛 那就可能就會找到我們這樣子啊 好這個就是關鍵字好的設計這樣子 好那這三個設定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設定版權宣告 版權宣告呢就是我們網頁的最下方 好的這個地方好這個叫版權宣告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那這個一點左括號 跟右括號中間一個P呢 這個就是說我們希望呢在中間給它換行 有沒有你看這個有第一行跟第二行 那我們就是加這個參數 那它就會變成兩行這樣子 好所以呢這叫版權宣告 這樣好在這裡 然後這個QRcode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可以按右鍵齁 把它另存影像的 好可以把這個圖呢 放在我們的DM上面 人家用手機掃描 那就可以連到我們的網站 那怎麼設定呢 好那我們就是 好輸入網址就可以了 那前面這個HTTP 冒號兩個斜線不用打 好直接打這個網址就好了 那用手機掃描QRcode就會自動連到這個網址 當然也不一定要打網址齁 你如果想要打那個 文字也是可以齁 譬如說住址啊之類的 好這叫做QRcode 好那呢我們這邊先簡單說明的 網站呢 建置的第一個步驟 好那你這邊呢都輸入完之後呢 網頁預覽 好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網頁 那當然不會有中間這一塊啦 就是簡單的基本的設定